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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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lly 好久不見 今天的影片呢 是大家期待很久的 我是如何就是 記首帳 記日記的筆記本分享 既然我們可以在太陽下山之前把影片錄完 然後我現在穿的是非常休閒的大T恤 那首先呢 我先從我的筆記本來跟大家做介紹 因為很多人會問這個筆記本 這個筆記本呢 它其實本身是一個全黑的筆記本 就是正反兩面都是這樣的筆記本 然後上面的這個史萊哲林的貼紙是我自己貼的 我是在L.A. 去L.A.玩的時候有逛到一個全部都是賣貼紙的店 然後我就看到史萊哲林的這個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就是有一個 你可以測你是哈利波特哪一個學院的心理測驗 然後做出來之後我是史萊哲林的 然後有些人是葛萊芬多什麼什麼的 然後那家店好像有賣史萊哲林的貼紙 所以我就想說跟我那個全黑的筆記本還蠻搭 所以我就買了 之前大家會問說就是Kelly 為什麼我其實算是隔了蠻久才分享 如何記自己的手帳 那其實有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其實也是從以前的那個寄手帳的方式 換到這個新的寄手帳方式 我覺得我自己也要花一個時間多練習一下 然後多讓自己真的有在這個寄手帳的這個模式上 寄了一陣子之後才比較好跟大家分享說 我覺得這個手帳的方式怎麼樣 然後適不適合大家適合哪一類的人 這樣的一個寄日記的方式呢 它是叫做Bullet Journal 你可以在YouTube上面看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Bullet Journal介紹的影片 我等一下會把一個 沒有寄錯的話應該是他最原始的那個人 的Bullet Journal影片放在那個下面 那網路上有非常多Bullet Journal影片 所以我也建議大家可以多多去看 別人怎麼寄 我是買點點 就是點點的筆記本 反正基本上它不會幫你規定好 你買來就是完全空白的 東西沒有告訴你說今天 喔這邊是寄你的日記schedule 這邊是寄你的記帳沒有 就是你想要開始Bullet Journal 你就是拿一個全白的筆記本 就可以馬上開始做Bullet Journal這件事情 我個人是真的還蠻建議大家可以 試試看這種Bullet Journal的方式 因為我覺得有機會讓你會 感覺不一樣 好那我們就快點來開始分享 那前面呢我會先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筆記本裡面的 排版樣式 然後之後呢我們就一起來規劃 下一個月的日記 好的 那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呢 就是我的筆記本 那我先稍微跟你們大概介紹一下 Bullet Journal這個到底是要怎麼做 如果我講的不夠清楚的話呢 你們可以再去看一下 網路上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介紹 那首先呢 在你買到你的這個一個新本之後呢 你必須要在前面的這個 第一頁或是空白的地方呢 設定一下你的key 那key的這些符號呢 大家看得清楚嗎 這些符號呢就是在講 之後如果你在你的筆記本裡出現這些符號呢 代表就是這些意思 那為什麼 Bullet Journal一般會要求大家寫在前面 主要是怕你寄到後面的時候忘記 這個符號是什麼意思 這些自己的方式呢 都是跟最一開始的Bullet Journal是一樣的 紀錄方式 那當然你們也可以去定義自己 比較常用的符號 所以這邊呢 基本上就是給大家有一頁 記錄一下自己比較熟悉 或是怕自己忘記的符號 之後會用到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旁邊的這個目錄頁 在Bullet Journal裡面你的目錄頁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不希望你忘記你之後的筆記寫到哪裡 所以你會希望把這些頁數都記下來 比如說你們看我這邊記得 幾月到幾月的Future Log 什麼Video Idea The Index 我全部都放在這邊 就是告訴我自己說哪頁哪頁是寫什麼東西 那所以同時呢 你們也要注意在買筆記本的時候 一定要找有頁數的 有這個頁數的話呢 你在記這個目錄的時候 比較不會那麼辛苦 你會馬上知道說 OK這是哪一頁哪一頁這樣 Bullet Journal呢 它其實就是把 由大到小一直把它往下切割 所以你在一開始拿到一個 新的筆記本的時候呢 你會先Plan一個2017的Future Log 這個 好這個呢 就是2017的Future Log 就是你會把1月2月3月4月5月6月 然後7月8月9月12月全部都寫好 先把它Plan出來 然後呢 把你已經知道的一些重要日子都寫上去 好譬如說呢 我可能我知道我2月20號的時候呢 就會去LA 所以我在可能1月的時候呢 就先把這日子寫下來 就會先放上去一些你已經知道的Date 這就是你的一個最大的大綱 是長這個樣子的 之後呢你一想到 哪一年哪一年有什麼事情要做 哪一個月有什麼事 你就可以先把這個月份這樣 這樣寫下來 好 好那剛剛第一步呢 你已經做好你的2017Future Log 是要這樣做 接下來第二步呢 是要看半年的Log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6個月的Plan 好那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呢 就是6個月的Plan 1月2月3月4月5月還有一個6月 好那這個呢跟剛剛的2017Future Log一樣 是要在一買這筆記本之後先做的設定 那你一樣呢會找到這樣子 完整白的一頁 然後寫下1月2月3月4月5月6月 那你怎麼知道2月3月4月5月6月要填什麼呢 你就翻到剛剛的這個Future Log 2017 看一下你當時有沒有先記下 哪一個月是要做什麼事 喔有對不對 那你就把這日子呢全部填回這裡 懂嗎 所以在你填回去的時候 你就大概知道說 喔所以我今年度有什麼事情要做 一切呢就會在你這個半年的計畫裡 變得非常清楚 好那接下來呢看完了一年的Plan 看完了半年的Plan 我們就來看一個月一個月的Plan 像我這邊的January Monthly Future Vlog 還有February Monthly Weekly Future Vlog March還有April 這邊都記在這裡 好那我大概給你們看一下 好那基本上呢 這個就是你Monthly Vlog會講的樣子 你會把12345678把所有的日期寫下來 包含它的是哪一天 然後把你已經知道會發生的事情 先寫在這裡 那你要怎麼知道哪些事情會發生呢 你就要翻回去前面 參考你前面這個半年的Vlog 你在半年的Vlog 好當時已經先寫下2月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在設定這個月的Vlog的時候 就會把2月的事情全部抄下來 抄到這邊 所以你大概呢會有這些日期跟時間 你會知道你有什麼事情要做 那再來 好那在右邊這邊呢 我自己會習慣放一個這樣的一個日曆表 作為我在上傳影片的時候 大概知道說我這個月傳了幾篇 哪一天要上傳哪一個影片 這是給我自己看的 不一定每個人的手上都需要畫這個日曆 這主要是我自己覺得蠻需要所以畫的 然後下面呢是Future Log 我會寫一些這個月要做 還不知道什麼日期 所以我沒有辦法放到旁邊的這個日期這邊 我大概知道有什麼事情要做 這個月一定要做完的 我就會把它寫下來 那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我這邊有一些像XX 跟往後的這個符號 你們有記得這是什麼嗎 這就是前面的這個Key 對不對 所以我做完了 我就會把它Complete 會打XX 看我這個呢就是已經做完了 然後什麼My grade 這個就是可能我已經排好之後的時程 是在什麼時候 所以我就把它推到後面去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再來呢就是到Weekly Vlog 譬如說這個禮拜呢就是16到22號 我前面已經寄好要做什麼事情 我會把它寫下來 那我左邊這邊Weekly會先Plan出來 然後在每天晚上的時候呢 我會寫一下明天要做的事情 把它寫下來 然後當天完成的話呢 就會像這樣打X打X 跟My grade到後面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好大家現在是不是聽得非常複雜 因為這個其實真的 我很難這樣一次把它講清楚 那我現在呢給大家看最後這個 10到11頁的這個 Video Ideas的Index之後呢 我就來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接下來剛好要做5月的 呃...Journal的Setup 好! 那你看一下10到11頁的這個Video的Index呢 好!那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呢 就是我的Video Ideas的Index 因為我這種Video的文章 需要太多的頁面 如果我把這些page啊 全部放在前面的那個目錄的話 目錄會變得非常慢 譬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3 Days with Ginger 第18頁 就可以找到 第10的 好! 第18頁呢 就可以看到這就是我那時候的plan 我有告訴我自己幾月幾號 要幹嘛要幹嘛 要拿什麼東西 然後 Task to do with Ginger 就會寫在這裡 這邊就是有我的Task to do with Ginger 就是我要帶大家去哪裡 我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影片你們看到就是用這樣plan出來的 好!那譬如說再給你們看一個 Room tour 2017 這是多少 36、37頁 看一下 好! 這就是我的Room tour 你看看那種畫面有點滿 我有大概知道一下 我要我的房間要怎樣怎麼樣 我要買什麼東西 大概是價錢 全部都把它寫好 還有一些就是圖 然後這兩頁呢 36、37 就像前面 我們的這個 Video Index 講的一樣 你看到的3637的Room tour 2017 也就是說我自己是覺得我目前用到現在為止 我任何有什麼idea的時候呢 我都會把它這樣寫下來 然後標個頁面 我就會在那個頁面呢 發揮我心裡有任何的idea 這樣以後我要找到我當初的想法 我很快 我就跑這邊 然後翻一下是幾頁到幾頁 就可以繼續寫我的idea 這樣我的idea就不會亂掉 我的思緒會比較被統整過的感覺 好 那現在回到我的目錄 基本上呢 是沒有什麼非常特別的東西 一定要跟大家講了啦 其實基本上就長這樣 那像我這邊還有一個grocery shopping list 就是我把我grocery shopping 基本上一定要買的東西都把它寫下來 像我去超市買東西的時候 我不怕我會漏 因為我就會看那個shopping list 因為基本上我買的東西都差不多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來給大家示範一下 我是怎麼做 每一個月剛開始的時候的setup 首先呢 你第一步呢 你是要先找到最空白的一頁 先找到這一頁空白 然後這邊是寫68 所以你就要回去最前面 最一開始的那個目錄 的這個地方 然後寫下68開始 好 那首先第一步呢 我們就是要來寫一下這個月的 整個月的日期 所以我這個大概是 從這邊開始 1 2 3 然後就寫一下 這個是 May 2017 好 那大概隨便寫一寫 那是長這樣 那第一步呢 我就是要填入我已經知道的日期 在這邊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呢 就要翻回你的那個半個月的plan 好 那你們看一下我的5月 我的5月呢 其實就是5月18 我爸媽會來找我玩 然後 5月26的時候呢 就像是Eva的生日 然後呢 你就會回到你的這邊 很明顯的 我的5月非常的無聊 那你就回到了你剛剛的筆記本這邊 然後在5月18這邊呢 我會寫下 呃 Mom and dad is coming 我字可能很醜 因為我現在 是 我的 這邊卡的一個相機 非常的難寫字 另外一個是5月26 是Eva's birthday 所以我就會在這邊寫 Eva's birthday 好 非常空虛的 我的5月行程已經完成了 好 然後通常呢 我會空間利用 在下面這區地方呢 我會做一個 檢測自己有沒有每天做某一件事情的代表 所以我一樣會把日期寫一下 好 那假設說呢 我是要看我這個月會不會乖乖運動 我就在前面那邊呢 寫一個work out 好 假設說呢 我今天5月4號真的運動了 我就會在這裡 把它這樣子 塗一塗 代表我5月4號有運動 到時候一整個月過完的時候呢 你就會有一整個長條圖 知道說 喔 我其實這次這個月大概運動了幾天 哪一天都沒有運動 我常常哪一天都會特別累 就會大概比較了解自己的一個習性 好 那接下來這邊呢 是我都會做那個日曆圖表 所以我現在也來做一下 我發現我沒有在算格子 然後我一直畫 對 已經畫了8天啦 所以我把一天稍微去掉一下 好 你們現在看得到齁 好 那這邊空間還要做一個Future Log 你們還記得嗎 我這邊會寫一個Fu 那接下來呢我們一開始一個月一個月都做完了 接下來呢是要做每個禮拜的那個樣式給你們看 每個禮拜呢它其實是長這樣 我隨便找一頁給你們看 喔 譬如說它可能是長這樣 April 然後這一週就是這樣 然後在每一天的前一天晚上 譬如說我這個禮拜是4月10號 所以我在4月9號那天呢 我就會先跑到這一頁來 好 那我現在隨便找一個例子給你看 譬如說呢這個就是我4月10號那個禮拜的 完整的weekly vlog 好 那什麼時候會寫右邊這個呢 這個4月10號這個什麼時候會寫呢 通常呢是4月9號的晚上 你會參考左邊這邊 你會大概知道說 喔 所以我4月10號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在4月9號的晚上 把這些條列都把它列一次 這樣你就大概對明天要做什麼禮 有一個稍微的概念 然後在4月10號當天呢 你就會看說 喔 我做了這件事情我把它叉叉 我做了這件事情我把它叉叉 這樣子 大概懂這個意思嗎 然後在4月晚上的時候呢 我會參考左邊4月11號要做的事情 然後寫4月11號要做什麼事情 也就是說前一天晚上就會寫好 我右邊這邊明天要做什麼事 然後在當天呢才把這些事情 譬如說做好的就取消 你要往後做的就把它放一個往後做的符號 就是基本上呢你右邊這個當天執行的這個動作呢 會在前一天就已經先把它寫好 這樣才會讓你在隔天更有一個想法說 知道你今天總共會做什麼事情 好 你們大概懂了嗎 我現在來寫給你們看喔 那你現在呢會先把這個禮拜設計好 你怎麼知道這禮拜要填什麼呢 你就會往前回去參考你這一條 喔 18號什麼 欸 18號還沒到這 所以我不會填 因為1號到7號沒有東西 好 那我們假設說 4號有一個東西叫做 Sephora Pickup好了 假設我要去Sephora Pickup一個東西 那我在畫完這個1號到7號 我要怎麼知道裡面要填什麼呢 我就會往前回去翻 然後看看說1號到7號有沒有什麼事情要做呢 喔 有5月4號的時候要去Sephora Pickup東西 那我就會把這個訊息呢寫來這裡 Sephora Pickup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呢可能在5月1號2號3號的時候 我都沒有東西可以寫 但是當我今天在5月3號晚上 我打算要看一下明天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所以我這邊呢就會寫5月4號 然後這是一個Thursday 然後往前對照有沒有什麼事情要做 喔 有 我要做Sephora Pickup 我這邊 我這邊就會寫 Sephora Pickup 譬如說我今天已經4號當天了 我突然想到說喔 我要去Pickup Sephora 我Pickup完之後呢 我就會當天做好 我就會把它給一個叉叉 代表我今天已經Complete了 這樣你們大概有懂這個日記本是怎麼運作的嗎 好 你們這樣大概懂了齁 就是說以3月來看 你就會看到我中間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然後我這邊有認真的紀錄 譬如說運動的時間 我大概運動了哪些次數 然後我這邊有一些影片的排程 還有Future Vlog 那大部分的Future Vlog 我都是寫說要拍什麼影片為主啦 就是長這樣子 大家有懂嗎 我很怕我錄的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你歡迎留言給我 然後我可能再根據我講的比較不清楚的地方 然後我再錄第二遍 好 那大概是這樣子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然後希望今天分享的這樣的一個寄手帳的方式 對你們來說還蠻有幫助 因為在我身上我覺得它是一個 還蠻有用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也開始用了Bullet Journal 然後你覺得真的是一個還不錯的寄手帳方式 的話歡迎hashtag我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